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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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要的其實很簡單 這樣做就能擄獲方先 妳要的是簡單的嗎 簡單的 是 因為很多男生 現在提到女神 好像她也在名單內 對 可是會不會有因為這樣 就很少人敢主動的跟你表白 會 大家都 為什麼要放這麼悲傷的歌 就是 有一些女生是 因為可能太漂亮 對 就會減少桃花 會嗎 不是 大家會有一種 刻板印象是 妳一定超多人追的 對 對 然後就不追妳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怎麼可能 真的沒有 妳內心性滿 也很多 配上這個配樂 要演一下這樣 妳其實是很簡單 要怎麼樣才能打中妳 就生理期的時候 送杯熱巧克力 生理期 是不是很簡單 這樣就夠了嗎 這樣就夠了 這樣會覺得很貼心 就是長相都無所謂 長得怎麼樣 長得怎麼樣 長相還是有差了吧 有100公斤 還是有差 千萬不要妹著良心 100公斤 什麼 100公斤 長得像綠茶 好可愛 煙片的概念 我90公斤了 差一點就100公斤 你那麼高 你199公斤 對啊 那麼帥 對 比例下來 OK的 OK 因為大眾就是流傳的一句話 就是 人帥手牽手 人醜看守所 對 是嗎 是嗎 對啊 人帥就手牽手 手牽手 人醜就是看守所 對 對 人帥就精神了 人醜就性騷擾 不牙育 不牙育 牙育 人帥益生菌 人醜大腸桿桿 對 好可憐喔 是這樣嗎 好可憐喔 對 益生菌 類似這個意思 有助消化 對 可是有的漂流眼針 找旁邊的男生都是 也是找的沒有 妳有觀察到這一點 因為他很貼心 有用心啊 可是妳們真的會被 這種貼心的事情感動嗎 當然會啊 其實綠茶做了很多貼心的事 有嗎 講話妳要保留任 很殘忍 好 因為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多男孩子 可以認真的看一下 女孩子到底怎麼樣就能 打動方式 對 其實很簡單 沒錯 來 其實我 我對女生是滿貼心的 但我從來就不會用 拍照這個東西去 追到女人的方心 是 但是因為我不喜歡拍照 但我有個朋友 非常喜歡拍照 而且他可以把一個角度 修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這樣用美圖修修 用得非常力盡式這樣子 於是他就 再搭一個局 就有一個女生 他把它拍得非常美 美到就是 他的相框裡面 全部都是女的照片 他就慢慢的傳給他 傳給他之後他們就約會了 約會了之後 沒想到 他竟然在約會的當場中 那一天下午 也是在幫他拍顯真集 他只是說了一句話說 如果我跟妳在 同一個畫面裡面的話 這個照片就會爛掉 對 我只希望能夠 幫妳拍得美美的 他會不會把他修成 另外一個人 沒有啦 沒有修這麼恐怖 就是外面外景或是他 他幫他當了一天的攝影師 對...就等於幫他當一天的攝影師 我願意 先問男朋友或老公 另一半會拍照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拍照快他們在一起了 對 很妙很妙 就等於幫他記錄所有美的一切 而且會修圖很重要 對 而且這男的長得就是 對 對 什麼意思 你要有個比較 長得很貼心 對 對女生非常貼心 但他很喜歡 自己拍照是嘟嘟嘴 長得很老實 他很喜歡 不管每個角度是這樣 比較瘦 顯瘦 沒有 沒有顯瘦 就是想要讓自己的臉銷瘦 不然就一直嘟嘴 拍得好不好是歧視 就像是那個男生 願意花這個時間幫他拍 沒錯 不要不耐煩 對 就拍緊張說 好了沒啦 不都一樣 而且交往越久 好像會越會犯這種毛病 對 沒錯 不耐煩 不耐煩 因為像我之前我朋友 才約我們一群人 就是想說他有認識新的男生 想要請我們一起去鑑定一下 那時候我就想說 一看我就想說這個男的長得 你也不能說他 就是只能講他長得滿親切的 對 然後很親切 不知道怎麼評價 對 就想說你怎麼會跟他 才剛認識沒多久 你居然跟我說你們要交往了 我想說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結果原來一坐下來 這男生就會開始 筷子 杯子 碗盤 都會有理而外擦得很乾淨 幫他放在他的桌上 菜來了 我們這群就是大辣辣的女生 就正要吃了 那男男孩說等一下 我想說怎麼了 我們還這樣 就吃那種一半那種 他就說要先拍照 他居然會提出要先拍照 先讓手機吃 對 然後他就幫我的朋友跟這些菜 拍了一系列的網美照 然後也是超級會修圖 修的就是完全盼若兩人這種 你光是這一點 我們全部的人都想跟他交往了 真的 這很加分是不是 超加分 盼若兩人是把麻油雞 修成公保雞丁 就是豬肉拍成像牛肉 對 對 跟大家講 會拍照的男生真的太重要了 好的拍照技術會讓你上天堂 不好的拍照技術絕對 你就崩壞 胖 醜 對 真的 可是那是女生 那是女生本身自己的問題 才不是 才不是 對 女生這重男生 你不知道幹嘛 你是說話 如果你漂亮 在什麼 我怎麼非常不認同你這一點 撲出去 對 對 有些 你就是用角度去掌握 是 對不對 是這樣嗎 我有一個攝影師的朋友 他長得還OK 然後有一次他就跟一群男生 組成一個單身乳蛇團 對 他們一起到巴黎島要去度假 然後其中裡面有一個 非常多精又帥的一個 Handsome Boy Handsome Boy Handsome Boy 他只能是乳蛇 對 但是 沒有 因為他們大家都單身很久了 他們就到巴黎島去之後 剛好就遇上 一樣來自台灣的單身女子團 這麼巧 對 結果女生就是看到 對 女生覺得他相遇固執 覺得可以跟這群男生可能 很有話聊 然後可以問路 聊天 聊聊一下 不聊還好 玩一下 一聊天雷勾動地 開始相約一起到景點 去拍照去玩 剛好我攝影師朋友 他攝影師很會拍照 專業 他就謹記一個十字絕 我真的要教大家 就是由下往上 然後下往上 對 由下往上 腳貼地 頭留白 腳貼地 對 頭一定要留十分之三的 空間的位置 橫P呢 太難了 橫P就是由下往上 腳貼地 對 因為那比例拍起來 是比較好看的 對 綠茶匙 他就幫其中一個女生 就是拍得好像 你是來巴厘島 拍寫真集一樣 寫真書 完美一樣 因為現在修圖軟體 太強了 太強了 這個可以讓你這個背景 整個架構像藝術感 真的 路人可以修掉 對 沒有女生非常開心 就是心花怒放 覺得好像找到真愛一樣 回來台灣之後 他不選擇跟多金的在一起 他反而跟我攝影師朋友 在一起 最後還結婚生子 好強喔 真的 好的 拍照技術真的可以 讓你抱回美嬌娘 真的 這個很重要 好重要 所以我拍照應該算不錯 非常好 這個我也是覺得 女生好像很在乎 所以我拍照已經練了十幾年 對 你太久了吧 不知替誰為師 你要拍拍Lok 對 沒有 因為我自己玩相機 我從手機 會玩 對 就是Canon的 Sony的 然後Black Magic Black Magic 對 那個拍起來就是 完全是感覺都不一樣 真的 那個是女生是 我覺得要講究 但後來還真的是 相機不用買得太好 因為手機現在就夠了 我大部分照片現在都手機拍 這樣講起來 攝影師好像很受歡迎 真的 很受歡迎 就是拍很厲害的照片 但也不是鼓勵大家 要跟攝影師交往 不是男生可以多多學習 對 這是加分的 綠茶沒有聽到 我真的覺得拍照 對女生很重要 所以你看 攝影師不一定都長得很帥 但他身邊的女生都很美 其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從心理 我從心理的角度來看 這個行為叫做 美美的照片叫做印象管理 所以有些大部分女生 都很在意自己的印象 在別人心裡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 他不斷得到正向 好漂亮 不斷得到這些讚美跟回饋 他就會非常喜歡你 所以有些時候 男生真的不要小看拍照 你把他拍得很醜 但他說怎麼這麼難看 他就會很恨你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非常之分 醜化他 讓他印象別人印象在別人心裡 變不好 他絕對會很討厭你 沒錯 而且那個態度一定要是很投入 你不要很隨興 對 因為現在綠茶就是很隨便 對 然後那個照片就這樣拿走 照片都糊的 在拍誰 因為你知道女生在拍的時候 要瞧自己 對 可是有可能旁邊有其他遊客 或客人 你不能讓他覺得尷尬 又不能讓他覺得好像 你很不在乎 他旁邊的人會聽到 他會被適時的鼓勵他 對 你這樣很美 就是這樣 對 妳這樣很美 就是這樣 對 妳這樣 我好多大 這是誰啊 這樣死人了 對 剛剛有看到攝影師 全部在拍照的時候 都會不單說美 鼓勵 對 說真的 以前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是這樣 再回一點點 那個角度真美 就是攝影師會說 好 很漂亮 很棒 就是這個角度 來 再換一個動作 對 我也碰過攝影師 換一個動作好不好 這會影響 對 會影響 模特兒的心情 這比例不對 我想說比例不對 你不會喬偉掌 對 你看看你拍所有的廣告 你有沒有看到 都是很漂亮對不對 對啊 他會指定一個攝影大型 對 很了解 很準 就是他的好果帥 好 這個 好 下一套 就每次被他拍完 都覺得自己是國際巨星的 對 好有關係 對啊 所以這種 這是必備要加分的 所以這是心理上的問題 心理的 來 我覺得像另外一件事 也很重要 男生一定要謹記在心 就是 聊天的時候 要用心請聽女生說話 真的 這是最重要 因為像 感受得出來用不用心 真的感受得出來 因為像科技太發達 就是有的時候 你認識一個新的男生 他就可能會一直用手機 他都沒有專心在聽你講話 對 手機不離身 對 然後所以之後可能聊天 明明就你有告訴過他說 你喜歡吃日本料理 但他就說 你喜歡吃日本料理喔 好像第一天知道 對 就是他 我根本不了解你 所以之前我就遇到 這樣滿好 對你一切都是新鮮的 沒有... 這種小事必須要用心 對 然後因為像我之前 遇到一個男生 就是他 我們只是無意間聊天 聊到就是我很喜歡喝豆泥茶 就這樣而已 然後之後我每一次坐他的車 都有一杯豆泥茶 然後你真的覺得他有用心 不會講話 這種是一種暗號 對 而且就是小事情 什麼暗號 就是他有放在心上 對 而且是真的小事他都記得 然後現在 因為像我是一個很常 忘記繳費的人 因為有時候信用卡 跟電話帳單日期都不同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常 電話被停話 然後那時候那個男生 跟我同一家電信 他就每一次他繳他的時候 會順便繳我的 就是他很用心 很貼心 對 所以其實男生真的要用心 聽女生講話 還好吧 幫你繳他就只是 只是你需要他就幫你繳 不是 真的很用心 這個很用心 就是他不用開口 他就已經幫你繳好了 對 因為他知道你會忘記 遇過一個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男生 那時候我們在聊天 然後說 那你等一下要不要出來唱歌 什麼 我就說不方便 因為我生理期來 不舒服這樣 生理期高音會上不去的 是 肚子會痛 會不舒服喔 我肚子會痛 就心情 對... 然後整個腰痠什麼的 然後 不宜坐在那邊 對 到下一次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 你這幾天是不是那個也快來了 那他記住我的生理期 周期記住了 很恐怖耶 好恐怖 沒有... 他想幹嘛 可是當然是彼此有意思 他想幹嘛 他幫你算好 他幫你算好 他幫你算安全性 這有點多了... 詹子晴妳講到一個內行的 對啊 就男生會幫你算安全性 他是說你最近不要喝冰的 因為你那個可能快來了這樣子 貼心 可是妳當下是覺得有點溫暖 我當下非常的驚嚇 我想說從來 連我媽媽都不會記得我的生理期 對 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忘記我的生理期 他居然會記得 這個算有加分嗎 大加分 大加分 我在韓國認識一個女生 他常常就是跟哥哥們聚會的時候 他都會說 哥哥就會想 因為他剛分手 他就會說 你最想要去哪裡玩 他就說去日本 因為他從來沒有去過日本 我聽到這些話 我就放在心裡面了 於是我就這樣 在交往這一過程 其實也沒交往 就是在觀察當中 其實他也滿喜歡我的 我們就出去約會 所以約會的時候 你也知道 你知道韓國人 如果是在草皮上做的時候 我們直接把夾克拿下來 鋪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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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出來 也會做這種事 你怕了 他來不及了 你還給他鋪地板嗎 韓國男生會這樣嗎 真的 韓國男生就是這樣子 會貼心 對 就是把自己的外套拿下來 就是只要在 就是台灣男生才會這樣做 我覺得是應該韓國男生 韓國男生會 一定是韓國人學台灣人的 韓國男生 怎麼可能 愛拜託 太陽的後衣也是學我的 像綁球鞋帶也是 學你 學你 剛剛好像我就這樣 這是他們 一個哥哥是製作人 他看到這一招不錯 所以他就把那個 太陽的後衣 是 後來就是因為這樣 還要讓他聊嗎 後來最好笑的是 我就是帶他去一個Park 我們就開始聊 他很貼心 他也做了一個KIMBA的便當 就是紙菜包飯 對 我們就聊 我就默默的就是說 拿出他一個生日禮物 我就說這是去日本的 機票 因為他說他在那邊從來 沒有 我沒有 你沒有去 你沒有去 因為他說他在日本有朋友 好久都沒有見面 他想要去 很加分 對 我就送給他 我就送給他 送給他之後 等他回來 奇怪 怎麼一個禮拜沒有聯絡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他跟別人去 於是他很大方又傳一個節目 給我說我們來約一個 我在歌舞祭丁上班 你幫我掃毀 很扯 回來之後他跟我約一個咖啡廳 他跟我約一個咖啡廳 咖啡廳 咖啡廳之後我就想說 我很開心的過去想說 我應該成功 就是可能我們會在一起 他竟然跟我講說 他前男友有打電話給他 輸給前男友 他說真的很對不起 他跟他前男友在一起 會不會他的朋友在日本就是前男友 沒有 他前男友是韓國人 所以說在 他那時候才剛分手的時候 就在韓國吵架了 我做了這件事情 其實我很願意去做這種事情 我都沒關係 至少你坦誠的跟我說 總不要就是 訊息也不回 最後才知道 對 最後才知道 後來最後讓我覺得 我在做什麼事情 可是在那個當下 我覺得那是很珍惜的 一段回憶 因為我們也手牽手 我也是帶他去做一些 很浪漫的事情 這樣子 今天 這個平常就要記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他就會讓我覺得 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的用心倒讓我會覺得 因為我們是工作很忙 就是一忙 就是可能白天都不在家 只有晚上回到家 會聚在一起 可是我們到現在 都有這個習慣 就是我們每天一定會 播出一段時間 聽對方今天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不可能 隨時隨意 就打個電話說你在幹嘛 跟誰 在哪裡 為什麼 就是不會是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會給大家空間 可是回到家 一定要有時間 知道彼此發生什麼事 然後像他 那還有很貼心的是 就我們在交往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女生喜歡吃什麼 跟不吃什麼 她都記在心裡 然後貼心的地方 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是 等到我要 什麼樣的貼心舉動 讓丫頭感動到說不出話 因為她很怕我在泰國 可能會迷路還什麼的 她就說她有找朋友去 當天在帶我這樣 所以隔天早上 我到機場的時候 我就打給她 我就說你朋友在哪裡 我沒看到她這樣 我說我怕我不會跟那個人 對話這樣 結果後來就看到 他出現在那個 機場 對 她當天坐一早的飛機 到泰國等我 因為我是中午到機場 她沒親自接 對 她就當天來回泰國